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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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第二三次回合也都是一样的情况 两人即使用了许多的招式像是鬼话符 都增加格数 互相威吓 想要克敌制胜 但仍然是陷入了连续在三场平手死局的僵局 究竟哪一方会先持得点呢 亦或是继续保持平手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此时 已经来到四次回合 两人连猜拳都是持平的状态 实在难以想象 接下来会是怎样的局面啊啊啊啊啊 首先 一号帅气选手 终于选择下在天元的位置 看来得胜的机会是越来越大 二号可爱选手先来个正常的下方防守 使得一号选手记录冥想状态后 复战熟悉的左上角 之后美眉仍然一个正常的下方防守 毫无犹豫 但是 可能美眉中了某种幻术 亦或是对精神打击了 竟然直接海放应该要防守的位置 让我们的一号选手迷你鲁 就这样拿下了第一胜 接下来第六回合 一样是心以为常的平手死局模式 但是美眉可能受到 严重的精神打击 也开始受到纤维的鼓化鼓控制 并且还偷偷使出了耍赖的招势 但是被推起一号选手看穿 所以并非无法分数 诶 诶 不行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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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 来到万众节目的最终回 首先 依然是我们的一号选手迷你鲁 先发动强攻在天元的位置 美眉此时似乎已经呈现混乱状态 只能勉强防守 然而一号帅气选手自身追击 继续发动第二步抢攻 使得美眉直接挡住战斗画面 摸不着现在的战况啊啊 接着即将来到对决的尾声 双方可攻站的位置所剩不多 然后美眉 美眉迟疑了 那个雲 那个雾啊 什么 一号选手趁着美眉在前面 结果还可错手不及 瞬间拿下迷你 天啊 诶 不玩了啦 最后我们恭喜一号特级帅气选手迷你鲁 拿下第一届圈圈叉大赛的优胜 耶 好 总之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留言按赞 分享 订阅 YouTube频道 按照直播 记住IG Bye 拜拜 在顾面帮我后制美眉 在跟网站有联络的商业 帮我后制美眉 是美眉的转型